大家好,我是史乃莉 我們兩個今天閉牌變相隊伍 我們非常感謝Robert Lee,園藝達人 要跟我們來分享他的種植園藝的經驗 那現在是最涼的時候,吃什麼東西最好? 吃甘蔗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給我們按訂閱和小鈴鐺 你會及時收到我們最新的視頻 希望也給我們來轉傳和按讚 這是給我們最好的一個鼓勵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請給我們留言 Robert會給你們盡快的答覆 他真的是皮眼,現在這個涼的時候吃甘蔗 不是說八道 甘蔗冰過以後再吃 我上次帶給你的好吃嗎? 好吃 現在一般天氣涼,一下子菜就變冷了 現在大家冬天最喜歡吃什麼東西 我們最喜歡吃的就是圍爐,吃火鍋 太好了,大家一般的 大家圍爐說吃火鍋是這般 熱騰騰的 沒錯 有的冬天的話,有的菜端下來一下就涼了 對 火鍋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綠油油的菜叫什麼菜 我靠它 那個菜,你我都一定很喜歡吃 我是很喜歡吃 我每次自助餐火鍋 我一定要拿一些那個叫做銅蒿 哎呀,銅蒿 可是好像在美國的銅蒿 跟我們在台灣之處的別的地方的銅蒿 長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這裡不是沒有 我想這裡銅蒿分兩種 一種是圓葉子的,一種是煎的 一種是煎的,煎煎的稀稀的 好像吃不到什麼葉子 對對對,好像在老吃梗的感覺 那我是喜歡吃那個圓葉子 有厚肉的 我在這裡我吃過幾次 然後市場上就沒有賣了 很少 一定是什麼原因 那個適合比較熱的天氣 我們這邊大概到了天冷的時候 它長得太慢了 所以那些種菜都知道 什麼是長得快 什麼東西好種 什麼東西就是說它有那個銅蒿味 對不對 有那個銅蒿味道 有的銅蒿味道比較重 沒錯,那種圓葉子的銅蒿味道比較重 現在吃不到圓葉子 有銅蒿味就可以了 有煎的也可以了 對,而且這個銅蒿是吃火鍋必備的 當然你喜歡吃牛羊肉 豬肉都可以 少了它好像就少了那麼一個感覺 那個灰菱就不夠了 對對對 春天秋天都適合種銅蒿 那春天快到了 對對對 對 現在春天正是時候 你就是先剝種 各位 先剝種 然後把這個種子先放在這個裡面 先剝種 我這個做一個示範 你可以種很多 然後灑水,澆水 然後讓它發芽 這個發芽很重要 就是現在因為 你不要看現在冬天了 春天 現在很乾燥的 非常乾燥的 不是說 這種子要不要先 種以前要不要先去怎麼樣 會,對 要怎麼樣容易發芽 這個種子要先泡什麼 先泡溫水 泡多久呢 泡差不多一天 泡一天 如果水不冷不夠溫了 可以稍微倒一點點 再加一點點熱水 再加一點點熱水 其實它發芽 其實它發芽差不多 要個差不多 一個星期不到 它就開始 開始 那個小種子上面就 開始 長得 小白芽 小白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 這個 剪開 剪成這樣一塊一塊 剪掉 它是軟的 直接種在土裡面 它不要多久 它自己就化掉了 這個設計得太好 化掉了 也不要怎麼拔出來 有時候還傷到根 都不需要了 那麼 這個 童蒿 它是 剛開始的時候 它長小芽的時候 千萬不要給它 放肥料 我們常常都覺得說 哎呀長芽了 冒芽了 我們趕快給它肥料 其實不需要 它種子裡面 都是養分 就夠它 長一段時間 等它長個差不多 兩三寸 三四寸 那麼大的時候 那個時候再放一些 稀釋的肥料 都不能放太多 一點點 因為它那個 童蒿的菜啊 小青菜啊 小白菜什麼 它都很嫩的 對 它不只需要那麼多的肥料 去供給它 你放太多 容易把它的根燒壞掉 對 但是童蒿它的土壤 要保持濕潤 它需要濕潤 其實種青菜 種青菜 就是要土壤濕潤 你看哪個種青菜 那土是乾的 乾巴巴的 沒有嘛 對不對 經常都要去灑水的 農夫很辛苦 又要跑土 又要灑水 又要交肥 但是光線還是一個很重要 你種這個童蒿啊 你光線要怎麼樣 要適中 什麼叫做適中呢 不要大太陽 不要沒有光線 你知道青菜是需要光線的 青菜的光線不夠 青菜長不好 它長不好 它長得好慢 等死了 它都不長 所以光線對青菜也很重要 但是大太陽 如果說的 都會曬死 我們講 曬的青菜 啪掉 那個青菜很奇怪 童蒿也一樣 它的葉子是很嫩 很軟的 它只要碰到土壤 它就加賀東去了 它就不行了 土壤你說 因為它土壤也是燙的 你說為什麼 葉子貼在土壤上 然後再經過太陽曬 完蛋了 對 葉子就毀了 我們吃青菜就是要吃葉子 青菜的葉子燒壞了 就什麼也沒有了 所以光線適中 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 當然我們種任何的青菜 如果說 如果說你種在院子 你有一個苗圃 你還要注意到 你要常常除草 因為這個童蒿 它的根系也是匍匐開的 匍匐開的時候 如果說你長青草 長一些野草 我告訴你 野草長得比青菜快 野草長得比童蒿快 它就把營養吃了 然後呢 野草的根 再去侵犯 這個童蒿 童蒿底下的根 互相打架 它是一定戰勝童蒿 對呀 對呀 而且 我在想像 童蒿不是有個特別的味道嗎 對 可能有些蟲不喜歡 你太仔細了 這個童蒿 它就是 有這個怪味道 所以蟲一般不去吃它 他們也不喜歡的味道 對 我種童蒿 我沒有看到說 有哪個神經病的蟲去吃那個 得了怪病去吃那個童蒿的 它的味道是 我們吃起來 因為它很強烈 我們吃的味道 這個味道好 蟲是碰到有怕死的 這也是它的好處 這是它的好處 對嗎 希望它不會被蟲咬 沒錯 沒錯 對蟲的蟲菜上面 它是稍微有克服的作用 就是土壤 水分 還有光線 所以我們春天來的話 可以開始種了 現在可以開始了 其實現在就是開始的季節 就是明天就開始準備 你準備的時候不要緊張 把它統統準備好弄好 一步按部就班的去做 不慌不忙的 總之要泡個24小時的溫水 對 那秋天種的蟲就是冬天吃火鍋 對 春天也可以種蟲 春天就種蟲 到了秋天吃火鍋 那個蟲大概長這麼大 長這麼大 長得好老 我們都不信 童蟲拿來當扇子 好 我們今天就簡單的介紹一下 童蟲 是 童蟲就是大家都吃火鍋 必備的 必備的 但有人喜歡 有人 大多數有人可能也不一定喜歡 那個味道 從也不喜歡 起碼你跟我的 我們都喜歡 對對對 可以試試看 謝謝你的收看 謝謝謝謝 謝謝Robert 謝謝 給我們按讚 謝謝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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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